第21题 小型将纸带固定在滑车上 并连接频率10赫兹的打点计时器 以记录滑车运动快慢 结果如右图 他发现相邻两点的距离 皆为4.0公分 则滑车运动状况为何 我们知道打点计时器打出来点 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在两点之间 所走的距离都是4.0公分 相同的时间走过相同的距离 所以他表示做的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我们答案B跟C有可能是对的 那么到底动多快呢 我们的打点计时器的证频率是10赫兹 就表示两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十分之一秒 那我们晓得我们的速度 就是花了多少时间走了多大的位移 那么我们现在花了十分之一秒 走了4.0公分 所以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每秒会走40公分 于是我们就确定答案C是对的 第21题问我们说 则滑车运动状况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等速度运动 速度为每秒40公分 速度为何